CBA季后赛半决赛 深圳队与浙江队第四回合的比赛 浙江队在客场几乎是全场落后 然而到了最后1.9秒时 陈帅棚上演了CBA最为精彩的一幕 最为神奇的一幕 投进了一季绝杀比赛的三分球 帮助浙江队以93比92赢了深圳队一分 如此一来浙江队将大分追成2比2平 双方又来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在浙江队主场进行 赢者晋级CBA总决赛 输者将会结束本赛季的旅程 由于浙江队小外援盖丽因为伤病的因素 连续缺席比赛 这导致浙江队整个攻防体系都出现了问题 因此本场比赛很多人都不看好浙江队能够取胜 从比赛过程来看 浙江队确实也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但是浙江队通过辩阵通过球员不断的努力 最终依靠陈帅棚不可思议的进球 让深圳队离总决赛只差1.9秒 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浙江队的主教练王世龙也是十分激动 他表示我们赛前准备的很充分 在防守和篮板上都拼尽全力 最后一球全队相信陈帅棚 最后一场回到主场后 我们会拼篮板拼防守 从王世龙所言来看 浙江队能够最终赢下比赛 就在于一个拼字 不得不说浙江队也是做到了拼 并且是拼出了一个好的结果 浙江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之后 可以说还收获了四大利好消息 这让球队晋级CBA总决赛的概率大大提升 其一 吴钱状态回升 众所周知 吴钱是浙江队主要的分点 他的发挥将会直接影响到球队胜负走向 从本场比赛来看 吴钱的状态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在外线出手显得更加果断 更加有信心 投进了三季三分球 交出了15分 七篮板六助攻的全面数据 看到吴钱这样的表现 相信王世龙也是十分欣慰 其二 提升了球队的信心 在此前 浙江队连续输给了深圳队 这导致球队上下心情十分压抑 球员的技术动作变形 然而 浙江队用一场绝杀球制胜 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了充分的提升 令球员更加有信心 去打好后面的比赛 去赢下后面的比赛 可以说 这场比赛取胜 对于浙江队而言真的是太及时了 其三 用好了外援拉科赛为棋 前面两场比赛 王世龙重用赖特证明外援 然而从赖特的表现来看 可以说是不尽人意 打球随意性太高 经常会伴随着一堆失误 因此 本场比赛 王世龙也是在外援方面进行了调整 重用了救火外援拉科赛为棋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拉科赛为棋首发出场 打了33分钟 投篮15投8中 砍下了20分14篮板 三助攻二抢端三盖帽的出色数据 其中 得分和篮板球数量都是全队最高 毫无疑问 拉科赛为棋用表现回馈了王世龙的信任 其次 王世龙找到了深圳队的痛点 在前面两场比赛 浙江队为何会输球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内线不占优势 篮板球失控 根据这个原因 王世龙启用了拉科赛为棋 加于家豪的组合 在内线建立了双塔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双方内线情况发生了逆转 浙江队在内线不断抢到篮板球 全场比赛 在篮板球数量方面 浙江队赢了16个 毫无疑问 篮板球数量的取胜 是浙江队拿下比赛的重要原因 也可以说 内线是深圳队的优势 同时 也是深圳队的一个痛点 假如 深圳队在内线失去优势 那么 他们就离输球不远了 所以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浙江队可以继续利用内线双塔 在内线做一些文章 抓住深圳队的痛点 给他制造麻烦 那么 浙江队晋级CBA总决赛的概率 必定会大大提升 各位看官 你认为深圳队与浙江队 谁能够晋级CBA总决赛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